Hello, 大家好, 我是 Iris, 塔羅仙子 剛剛上集說到這個女神卡 原來坊間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女神卡更多的資料 我們今天再說多一兩張不同的牌的故事內容 其實玩法跟平時的塔羅牌也是一樣的 首先左手拿著, 一樣要右手 修完整套牌之後, 通常都會做一次搭牌 然後慢慢推開 推開完之後, 我們通常會隨便選一張牌 當然正心之後選, 你就會選一準確 好了, 今天是什麼呢? 抽到的牌是什麼呢? 就是這張牌 這張牌是講展現活力 這張牌是比較漂亮的, 很光彩的 其實故事內容是講什麼呢? 前途一片光明, 恭喜你 現在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展現你的陽光的本質 事常提醒自己, 常保持笑容 當你對生命與你的所有的事情展現活力 樂觀月熱情 整個事件將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你 剛剛剛才抽到這張牌, 其實挺好的 解釋也不錯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每天抽一張牌 提醒自己, 今天你需要做的一些方向或感覺 今天講到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